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欢迎回到高市I研究所 我是Jason 今天打算给大家评测的是这款 Hujicura的Diamond Speeder 叫做钻石干身 在他们的系列里面 Diamond是比普通款是要稍微高一个档次 因为它用的材料更好 说起玩材料来说 几乎很少有比Hujicura更厉害的 只要是你听说过的高端材料 几乎它里面都有 MR70有 T1100G有 90吨碳布都有 因为使用了这些高端材料 所以它的扭矩可以做到非常的小 就连它的5R扭矩都只有2.7 然后同时它的涂装是主要黑色 里面有一种暗含的花纹的这种感觉 所以非常酷炫 那就让咱们来试打这支干身 看看效果怎么样吧 然后今天测试的这个场地 圣安德鲁斯的老球场的最后一栋 占蓝T上是一个345码的帕4 并不是特别难 中间基本上什么都没有 只有一条过道 右边其实它离你的观众和停车的地方非常非常近 所以如果你打一个slice的话 就会非常尴尬 我们现在要过中间的那条路 如果左一点的位置大概需要250码 右边一点的位置只要230码左右就够 好直 应该刚刚好过中 总共251的距离 倒悬1800非常低 没打甜 应该是打在了靠干纸的位置上 总共246还不错 稳定性很高 这根现在是一个6s的干身 比我正常使用的要稍微重 非常理想 250热 6s的起飞角对我来说稍稍有点低 加上这个因为subzero的原因 它起飞角本身都会有点低 我看打高一点会不会效果有点不一样 落点明显远了 落点有249 11.5的起飞角 2030的倒悬 总共到了263 数据非常理想 所以刚刚打的这几颗能看得出来 它是一个特别稳定的干身 基本上都在中线的 稍微偏偏左那么一点点 其实我刚才这几颗的感觉 都是稍微做的多一点的感觉 但它都基本上很值 所以其实我觉得这干身 可能更容易打出来一个肺 我们现在就来打一个肺试试看 果然 肺就肺的非常轻松 而且几乎距离没有损失 但是倒悬就多了很多 因为我的肺动作向上切的稍微有点多 5.2的起飞角 4500的倒悬 显然对距离来说并不是特别理想 但是确实很容易出一个稳定的肺 如果想要最大化距离 对我来说 还是打坐会更容易远一点 但是现在这个肺的感觉非常非常稳定 我觉得很舒服 而且为了远 咱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 就是这款新的高端限量版 叫做Daytona 就是一根 凶器啊 6.264总距离274 11.5 2500的倒悬 好夸张 而且好像同样还是费的 所以要长距离的 合适 所以如果你起飞角太高 倒悬太高的话 Diamond 6s 会有效帮助你降低一点 但如果你想远的话 Daytona 以上就是今天带给大家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 不行还是不过瘾 我们再打一根